4月16号清晨 天气凉爽空气清新 纽约居民范诺斯特拉带着两只猎狗 在皇后区森林小丘的 Metropolitan Avenue路边散步 突然他注意到树林边有一个似乎是 深色塑料绳编织的包 与此同时 手中的两只猎犬也变得行为怪异 使劲往那边向上 秀谈 诺斯特朗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的两只狗狗是纯正的气味猎犬 他们经常用鼻子看世界 而事实上 一场超越恐怖片中的惊悚情节 确实正在不知不觉中 向诺斯特朗走来 反诺斯特朗牵着自己的两条猎犬 来到编织袋前 当他扒开袋子后 闯入视线的竟然是一条黑色 倒脚踝的牛蛋裤 一条腰带和一名女子的腰部 这让他意识到 里面居然是一具尸体 吓得他腿都站不直了 用颤抖的手拨通了报警电话 根据警方公布的消息 周六清晨接到911报警电话 称在皇后区森林小丘的 Metropolitan Avenue路边 发现袋子里的尸体 尸体被塞在一个冰球式的行李袋里 根据调查 遇害女子是51岁的奥索利亚加尔 而抛尸地点是距离他在皇后区 弗雷斯特希尔斯的家 不到半英里的地方 警方在现场勘察中发现 地上的血迹竟然一直从抛尸地点 延伸到了受害者半英里以外的家中 由此可见 凶手的手段是多么的令人毛骨悚然 稍后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 加尔死状惨烈 全身被捅了58刀 脖子 躯干 手臂和手部均有中刀 被发现时 身上完全没有了身份证明 追踪此案的警察 在找到一些线索后 紧急进入了他的家 试图弄清这一可怕案件发生的原因 警方还公布了一段 令人震惊的监控录像 周六清晨的摄像头前 一个凶手拖着一个血淋淋的尸体袋 走下纽约市的大街上 由于他是野蛮拖行 导致后来警方在人行道上 发现了大量女性被杀后的遗骸 一位警察局内部的人表示 案发时 加尔的丈夫霍巴德·克莱因 带着大儿子杰米出城了 奥索利亚和自己13岁的小儿子李奥 当时在家中 周六晚上 奥索利亚要出去看一个表演秀 让小儿子李奥好好地待在家里 结果没想到 却被人在地下室残忍地杀害 后来一位邻居告诉媒体 有人看到死者小儿子戴着手铐被带走 但警方在昨晚声称 他们没有抓捕任何人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施金峰的凶手在杀害奥索利亚后 还用他的手机给他的丈夫克莱因 发了条消息 据克莱因透露 他在周六清晨收到了凶手 从妻子手机发来的短信 内容就一句话 那就是警告他不要报警 并且上面还写着 几年前 你妻子把我送进了监狱 现在我回来了 下一个便是你 直到你全家被灭 据悉 死者和家人都是匈牙利移民 目前他们这个家庭生活很殷实 克莱因经营着一家股票咨询公司 而奥索利亚 目前应该就是一名全职妈妈 平时特别喜欢旅游 她放在社交媒体里的照片 有她和家人到访中国 匈牙利 克罗地亚的很多旅行照 就在新年夜 她还在社媒上放了张全家服务自拍照 并且配文说 希望2022将是美好的一年 没想到事与愿违 她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并且还是以这种惨烈的方式 根据死者朋友表示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总是对家人 她的孩子非常关心 她是个完美的人 不应该会有得罪什么人的地方 目前警方还在持续调查本案 所以她到底遇到了什么心狠手辣的神秘人 目前来说还是一个谜 但警方推断 鉴于她的家中没有任何闯入的迹象 而且袭击十分凶猛 所以他们感觉凶手似乎是一个她的熟人 生命无常 真不知道下一秒你将遇到的到底是彩虹还是阴云 让我们为加尔祈祷 希望她能安息 更希望警方能够尽快破案 让她的家人能够解除威胁 一生平安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